以前老人家这样子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它是肯利的哦 向众人介绍如何借用山林植物 运用在生活棋局上 南投新一乡左水溪县部落族人 来到宜兰花莲以及台东的原民部落 其中认识部落家族如何善用 当地资源经营部落深度旅游 以及探訪少数靠海的布农族部落 利用海与山的条件 在发展观光同时 也将传统族群文化持续传承 看到他们的那个对文化的一种执着 跟想要造就在地的一些经济 能够为自己的地方来做一个这样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棒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的协会很多干部 还有一些族人朋友 都也对自己的部落 也有相同的那种的精神 为了促进观光旅游产业 南投县府原民局 带领新一乡左水西线的部落观光业者 展开建学之旅 透过跨区以及跨族群的经验交流 希望日后在推动地方观光发展时 更能凸显地方特色 其实有很多地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所以不管是旅游的市场或是整个活动设计 其实还是根据在于人才的便宜 整个团队的合作 最后是一定要注入我们自己文化的精神 事实上新一乡左水西线 也有得天赋后的天然观光资源 加上县府打造双龙七台吊桥后 确实更带动当地部落发展 原民局表示 目前也正积极与当地部落讨论相关的观光计划 也期盼借由这次的参访 提升业者在观念以及品质上的进步 为部落带来更多实质上的紧急效益 原是希望昏迪台东长冰才能报道